好,我們再繼續把剛剛所講的這個Motional EMF 在家裡推廣 我們的結論是說,假如有一個金屬棒 在一個磁場中,以V的速度在運動 而棒子的,金屬棒的長度如果是L的話 運動的速度如果是V,而磁場的大小如果是B的話 我們就會在這兩端建立起一個電位差 這個電位差的大小 VAB會等於VBL 好,如果呢,我們試圖呢 來問一個問題就是說,假如有一個金屬棒 這個金屬棒如果一樣也在一個磁場中呢 也在運動,而它的運動方式呢 既然是圓盤,我就考慮它在轉動 跟這邊這個 一個金屬棒在這邊做現運動 做一個運動 一個位移的運動 我們不同,這邊是一個轉動運動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說 假如告訴我們圓盤的總的半徑呢 是大R 圓盤轉動的角速率如果是Om 而磁場的大小如果給我們呢 磁場固定是一個B的大小 所以我們三個量 B,Om跟大R 這三個量 就像這個問題裡面有 B,L跟V 這三個量 我們要問說 這個圓盤有沒有可能在 圓心到邊緣之間 有一個電位差被建立起來 OK,我們來考慮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 做下面的考慮就是 先把我們圓盤呢 視為 許多許多的 長棒子的一個集合 比如說我們就先割出 一條長棒子 從圓心到邊緣割出一條長棒子 這條長棒子 從圓心處到最外圍呢 這條長棒子 會隨著這個圓周運動呢 在發生位移 這個位移呢 在瞬間 比如說 這一小段棒子 這一小段棒子 瞬間移動的方向呢 當然就是與半徑相垂直的方向 它的速度呢 當然就是等於 這個距離 如果叫r的話 小r 乘上角速率ω r乘上ω OK 那麼 呃 剛剛的計算裡面已經告訴我們說 這一小段 金屬棒 在它兩段之間會有個電位差 當然這一小段 所以我們叫dV dV的大小 當然就是 V B L L 在這個問題裡面就是這個小dr 這個很小的這個長度 dr的長度 好 那麼 呃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V呢可以寫成rω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寫成b ω 乘上r dr 所以這一小段是dV 在距離圓心小r的地方 的兩段電位差是這麼多 那麼從 這麼 很多很多的小段如果都把它積分起來的話 就是 把dV 積分起來 最後呢 就是得到 0到邊緣之間的這個 電位差 如果這個地方如果叫a 這個地方叫b的話 那它的 vab之間的電位差呢 將會是把它積分起來的結果 也就是 b ω 積分 rdr 積分的上下線分別是從0到大r 所以 我們這樣就可以很快把這個問題做出來 b ω乘上 這個是2分之1r平方 小r的平方 積分上下線0到大r 所以我們就得到 2分之b ω大r的平方 就是最後我們得到的電位差 果然 在這裡到這裡之間有個電位差 就是由這個 公式所決定的 好 那麼當我們算完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會 覺得說 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 都是放在這樣一個 呃 這個 呃 磁場當中呢 當這個 圓盤在 金屬圓盤在轉動的時候 其實 這個問題 好像一點點這個 呃 磁通量的變化都沒有 因為整個盤子完全都沒有 呃 磁場 發生什麼變化 因為它一直都是穿過 這個 正面穿過這個圓盤 但是 我們從這個 Motional EMF 我們 似乎 確認了 會有一個電動式發生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問說 到底 Ferratis Law 法拉提定律 跟這個EMF Motional EMF 之間好像有了抵觸了對不對 好像這個問題 非得用這個東西 的觀念 才能夠 解釋 我們量到了兩端之間的電位差 好像沒有辦法用 法拉提定律來解釋 那這之間的這個矛盾到底要如何獲得解釋呢